温哥華華埠積唐人街有駐100多年的歷史 為了講述這個重要社區的變遷 温哥華城市歌劇院計劃以三年時間 創作一出以唐人街為主題的歌劇向該社區致敬 劇院更聘請獲獎華裔作家Madeleine Tian創作劇本 究竟Madeleine將會為我們講述一個點的故事 温哥華城市歌劇院又為該歌劇的上演做了什麼準備 星期一晚10點的26分鐘見證 實錄會和大家一起談吐 謝謝